謝謝大家來參加這次 Basket聲童系列的講座 那今天已經是第四講了 之前已經有三個主題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複習一下 之前的影片都有放在 我的Youtube Channel上面 所以你可以回去再看 但是我因為今天是第四講 所以其實我是前面的一些理念 是有一些假設存在的 那我稍微很快的複習一下 那我自己本身對生酮飲食的概念是這樣子 就是當然我們知道它有非常多的好處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其實是讓我們的代謝能夠靈活 代謝能夠靈活 意思就是說我的身體不單單只是燃燒碳水化而物 而是它可以很有效的利用脂肪 那脂肪包括是吃進來或者是存在身體裡面的 它都能夠隨時都能夠去應用 那也不是說長期一直保持在統態的狀態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而是讓我們這兩個機制 因為人體本來這兩個機制都有 而且應該是很快的需要的時候就可以轉換 馬上的轉換 這個是最終的目標 所以我們當然知道生酮飲食可以 常常很多人說可以減重 那它最重要是因為提升了燃脂的功能 所以我們存在身上的脂肪可以自然的成為能量 不會覺得餓而自然就會減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好處 那它背後的 背後的這個要素是因為它已經改善了我們的胰島素的敏感度 所以我們不需要大量的身體血液裡面有 身體一直釋放胰島素在保留在血液裡面 因為胰島素它會 它是一種訊號 我們的荷爾蒙基本上是訊號告訴我們的 身體的各式各樣的運作機制怎麼樣去進行 那胰島素其中一個很大的 很強烈的一個訊號就是 把我們吃的熱量要儲存起來 然後而且主要是在儲存在脂肪細胞裡面 然後這個把脂肪細胞把能量放出來的那個機制 那個門要關起來 所以當然胰島素如果是很高量的話 其實不容易瘦不容易減重 所以它但是我們胰島素敏感度有的時候 就是細胞的受氣對這個胰島素來的時候 它是能夠接受到那個訊號 它很敏罪的話 你身體就不需要有大量的胰島素在血液裡面 那當然自然就會改善血糖的反應 那對我來講其實最重要的是降低身體體內的發炎 那特別是大腦發炎 我主要的工作其實是在做大腦訓練 然後用那個腦神經回饋 防可能各式各樣的症狀都有 專注力不足的啦 憂鬱啦 躁鬱啦 睡眠啦等等的 就是讓大腦機能好 那可是大腦機能通常是因為發炎的狀態 而失調 所以你健康可以改善 通常大腦機能也可以改善 降低大腦的發炎 那當然我們現在比較可能很多人關心 就是失智啦 我們常常聽到這個越來越多 很像為什麼這個失智的狀況越來越多 好 那再來如果我們胰島素敏感度 提升的時候 我們的免疫力也能夠提升 好 我們現在大家比較關心的一個議題 也是你的免疫力 不論是流感或者是新冠性病肺炎病毒的關係 因為我們身體的免疫力的機制也是靠胰島素的訊號來運作 所以你胰島素的免熱度高 你的免疫力自然就會好 好 那斷食的部分是我們今天可能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那個這就會幫助我們調節的細胞致食的機能 待會兒會說一下這個是什麼東西 立腺底致食的機能 甚至我們可以用斷食來做這種心靈的一種修煉 那很多很多不同的宗教的習俗 都有這個斷食啦 禱告啦 像我自己是基督徒 而且是在美國是牧師 所以我其實我大概從大學時代就開始練習這種 靈修修行 斷食的這種習慣 但是這些自食的機能或者是功能 其實不是說靠斷食才一定會發生喔 其實你在同胎的狀態也會有 或者是你運動的時候也會有 所以並不是說一定要靠斷食 所以最終最終的 之前幾講的主題其實都是怎麼樣去調節 我們的代謝引擎 讓它可以很靈活 其實這個是重點 好 那我們再來的 這個比較進階的方式 只是說怎麼樣去更好發揮而已 好 那我剛才講說 如果你之前想要再去瞭解 那個內容的話 你可以上那個YouTube 就可以看前面第二跟第三講 好 那我們也知道常常我們在 嘗試執行生酮的時候就會 常常聽到一些問題 好 像包括沒精神 覺得哇 一開始就很像沒力 然後頭痛 或者甚至情緒不穩定 好 前面這三種 我剛才講 其實我自己比較關心的是大腦 好 因為大腦我們雖然只是體重的大概百分之二 應該都不到百分之三 可是它需要的熱量卻是一個人每天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至少要二十 所以它只是一點點而已 可是它需要用大量的熱量 好 那所以我們這個代謝 只要一點點不順暢 好 最明顯的感覺 感受就是我們情緒 因為我們大腦沒有辦法運作 特別是前額葉 前額葉是自我約束 自我管理 好 所謂的這個Executive Function 的核心 那這個地方的粒線體呢 細胞的粒線體是所有細胞裡面密度最高的 好 所以它只要一點點的運作不順暢 好 你馬上就會覺得我沒有辦法專心 心情不好 好 情緒不好 或者是很容易易怒等等的 好 所以 腎痛常見的問題是因為 特別是在這個能量轉換期的時候 還沒那麼順的時候 常常會碰到這些問題 好 那 酮疹 比較是排毒的問題 好 我大概也會講 怎麼樣在斷食的時候 或者腎痛的時候 可以比較順暢的排毒 而不會有一些這種 因為你在排毒的時候 如果這個毒沒有出去 在你的大腸又被吸收回來的話 那是更嚴重的 因為它是一下子釋放的量是蠻大的 好 所以 同整啦 然後甚至有時候 那個這個可能跟那個 荷爾蒙跟能量的 轉換的比較有關係 就那個很強的食欲控制不下來 好 你可能用很盡 因為你所有的意志力控制你的飲食 然後晚上就受不了了 然後就亂吃了對不對 所以反而有時候會增重 好 所以這個大概我們常見的 生酮飲食的問題 但是我是覺得不需要這個樣子 好 我們可以比較緩和的方式去進行 好 剛才講 同整其實還有不止 有些人是會關節痛 有時候甚至會腎脹 腎結石會更嚴重 那個比較是跟草酸釋放的關係 因為我們像我之前 我剛開始其實不是那麼了解的時候 我症痛已經很多年了 剛開始資訊沒那麼豐富 所以我不是很了解的時候 因為就大量吃蔬菜 然後油啦對不對 你就是要吃油 然後讓身體進入到一個同態 可是說那時候吃蔬菜吃的太多了 所以反而腎結石 因為菜是那個草酸很高的 特別是菠菜 好 那再加上那個那時候身體 因為這個草酸的東西 它會累 它在身體會累積 因為它不要在你在血液裡面流動 所以它會累積在不同的地方 甚至其中一個地方 但是也會在關節 甚至心血管都會 但是你一次的太快釋放出來的時候 它反而會引起這種毒素的反應 好 所以那時候反而腎結石 那後來我就全肉食飲食 就沒事了 就自然就好了 好 所以這個是排毒的一個過程 好 所以那我們其實是要排除一些錯誤的 對於聖童飲食跟斷食 一些錯誤的一些觀念 好 我剛才講 其實我們不是要追求同態 好 當然我們說量血酮 量氣酮 量尿酮 有幫助 因為能夠讓我知道 我目前大概的狀況是什麼 可是不要去追那個數字 好 那個數字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代謝是不是靈活 代謝是不是靈活 那表示我們的胰島素的 那個對胰島素的訊號是不是敏銳 然後或者是對瘦蛋白的釋放的訊號 是不是敏感 瘦蛋白會告訴我們說 你剛才講說那個飢餓訊號太強 其實是我們對瘦蛋白的 這個荷爾蒙的訊號已經失敏了 因為瘦蛋白是我們熱量夠的時候 我們脂肪會釋放出來這些熱量 然後也告訴你說不用再吃東西了 不會餓了 你現在是要消耗 那可是如果這個東西它一直放 可是我們沒有感覺 好 就它就是它這個訊號就失效 好 所以是燃脂的效率 那這個燃糖的效率 都能夠很有效的去變化 這個是我們要看到的 然後斷食呢 我們待會要講斷食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要追求斷食的時間長 好有時候我們講 有時候在看很多人說 你一定要 一定要十六八 二十四啦 或者是 甚至要三天五天 然後而且是要很頻繁的 如果你是有針對的目的性的去執行 當然這個是非常好 好 可是有時候會有一些反效果的 所以重點是 不是要追求時間長 是我們要知道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為什麼去執行這個東西 好 那也許你是有一些身體的修復 身體需要去修復 好 待會兒會提一些例子 怎麼樣可以用斷食去修復 那或者是有一些心靈的成長 好 你是為了要做一些心靈的修復 或者是你要修復 這個對胰島素失明的這個問題 好 血糖的問題 好 所以我們要問的反而是說 那我對我自己身心靈健康的目的是什麼 而去執行 啊 生酮 或者是斷食 好 其實我也不是一直都保持在 啊 生酮的狀態 好 我也不會故意去很像五天七天的這種 進食 好 我要看我的目的是什麼 好 所以那我們如果是目的性的去執行這些事情的話 那我們可能了解一下斷食的 這個機制跟健康的果效 讓我們可以去判斷說我要做多少或者是我要做什麼 好 所以我們下一段的話會分享一些斷食的作用 好跟健康的果效 好 第一個是它其實是讓我們的代謝機制休息 好 現在我們現在人的生活習慣比較是幾乎 因為太方便了隨時都有東西可以吃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一直是在吃東西 好 一直那個到處可能家裡零食很多 然後走出去也7-11 到處都送太方便的東西 好 然後又 而且這些食物都是超級美味 它都會加很多不論是香味或者是口感 或者是那個讓刺激你的味蕾 那所以其實現在的生活是已經過度的在一直在吃東西 那反而變成我們的消化系統沒有機會去休息 好 因為我們一吃下去之後它整個代謝的機制就運作起來 它其實還不是到你胃裡面在你嘴巴裡面它就開始了 它就開始分解這個食物 預備到你的胃裡面胃酸去分解 然後到你的腸裡面去吸收 所以它整個過程而且是很漫長的 好 所以如果我們一直來吃東西 像晚上到9點10點睡覺之前還在吃東西 你基本上我們整個消化系統是沒有機會休息的 因為你隔天早上起來 他可能還在消化你昨天晚上9點10點在吃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整個代謝機制沒有機會休息 那我們知道這個對腸胃其實是很傷的 好 像我自己在這邊我自己做的這些配方 主要都是因為讓麵包好消化 因為太多人沒有辦法消化麥 好 當然麥本身也有比較不好不容易消化的東西 好 所以如果用什麼方式 像我用酸腫的方式 我自己養的菌 好 就像那個做事上那個菌 我自己養的菌去分解裡面麥的麥膚 好 那讓它比較好消化 等於是它先幫這個菌先幫你消化一次再吃下去 或者是直接做無膚質的東西 好 讓你比較不要消化 可是因為大部分很多沒有機會消化 所以它一直在傷害我們的長臂未必 那其實它的修復很快 我們長臂的細胞只要七天之內就全部換新 所以如果我們給它足夠的休息時間 其實它是可以修復的 好 現在太多人這種消化的問題是 我們一個是我們吃的東西本身有傷害 再來是我們一直在吃東西 根本沒有給它修復的機會 好 所以我們整個代謝的機制 消化的機制需要修復 需要修復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 那個斷食的一個很好的一個幫助 好 那再來 除了這些 我們這個直接的消化系統之外 我們其他的 我們的代謝系統 也就是相關的器官也需要修復 我們的肝臟也需要休息 好 我們其實所有的內臟都是在 特別是在靠睡眠的時候 在做這些修復的功能 好 那所以我才擺這個一個生理時鐘 那像我自己前一陣子 我大概也會分享 那個在就是 蛋白質攝取足夠的狀態之下 只有攝取一天所需 50%的熱量 這樣子的一個實驗 所以我基本上 那五天 大概就是 只有下午兩點到五點吃東西 五點半之後就吃完 就沒有再吃東西 那我發覺 這那幾天晚上睡眠品質是最好最好 因為我大概五點半之後 就沒有再碰任何熱量 所以我身體有足夠的時間 去真正去消化 所以當我進入到晚上睡眠的時間 它整個消化系統是在 在一個修復的狀態當中 所以我可以進入很深層的睡眠 所以那幾天的身體狀況是最好 那可是我知道我們現在人的生活習慣 是可能七八點才 家人才聚在一起吃個晚餐 那吃完畢 然後再喝個酒就九 喝個紅酒什麼就九點 那紅酒就特別會 其實酒精對睡眠是 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 不是入睡 是讓你沒有辦法進入深層的睡眠 所以變成我們的器官沒有辦法進入這個所謂的 合成代謝的一個狀態 或者是一個修復的一個狀態 好 因為睡眠的時間 如果你身體是越少的這些運作 你就可以越進入到一個修復的機制裡面 好 如果你它沒有辦法進入到這個 沒有辦法休息 它一直在運作的話 基本上你是沒有辦法完全進入到修復的機制 如果你從一個神經系統的觀點來看的話 我們的膠感跟副膠感神經 睡覺應該是副膠感神經最強最強的時候 因為它那個是整個是修復機制 可是如果你還在消化的話 那個就沒有辦法進入到這麼深層的 所以 飲食的時間也很重要 所以 斷食可以幫助這個器官修復 特別是晚上的時候 那當然它也可以 幫助修復這個 那個細胞對胰島素的敏感度 因為我沒有吃中心的身體的時候 就不會一直釋放胰島素 那 那個 特別是細胞的受體 它 還是能夠有機會 喘息一下 或者是說 它可以不用一直被 就像一個人一直 那個對著你的耳朵大喊 然後你耳朵都會喊龍 其實我們的細胞都有很多受體 包括我們的大腦 細胞也是一樣 腦神經傳遞值其實是靠受體 它來的時候 它接收 這些訊號的荷爾蒙之類的 都是這個樣子的一個運作機制 可是你一直喊它一直喊它 那個受體會一直萎縮 會失去敏感度 甚至會死掉 所以你是需要給它 給它休息的 恢復這個受體的功能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是為了一些 某些方面的修復的話 沒有錯 但是是非常好的一個方式 那再來它也是會啟動 細胞跟立腺體的致死 我這個可能稍微再比較深入的說明一下 細胞跟立腺體的致死是什麼樣 我們細胞有幾個機制 大概比較多研究的就是 MTOR跟AMPK MTOR COMPLEX-1 它是一種在體內偵測 各種養份的平衡的一個機制 它會去看你現在人 你現在身體裡面有多少的 它會感應你的胰島素的量 感應你糖分的量 熱量 氨基酸的量 它會去感應這些東西 然後它 根據它感應到的這些量 去決定 你現在是要比較進入合成代謝 還是分解代謝 所以它這個是一個能量感應 有點像能量感應器 然後決定你身體要怎麼樣去運作 那它最主要的是 它要 因為它要確定你 你細胞能夠健康的運作 能夠特別是繼續成長 繼續複製 那可是呢 這個量 MTOR的這個量高的時候呢 它就會比較啟動的是合成的代謝 就是讓你成長 告訴你現在要成長 好 所以如果你是要健身 你要跑得快 你肌肉要增大 你需要更多的MTOR的訊號 好 好所以你就要給它吃 你身體就要給它 你要吃更多的熱量 更多的胺基酸 然後要吃一些澱粉 因為你才會有胰島素的分泌 然後MTOR就增設到 我有很多這些東西 我可以增強我的訊號 讓我身體能夠繼續重建 好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們沒有這個訊號不行 然後我們會一直哭乾老化就死掉 也不行 因為我們身體還是要一直 那個細胞還是要一直重建的 好 那 但是我們也不能完全一直在這個 MTOR的這個 Complex 1高的一個狀態 因為我們需要一些分解的修復 特別是壞掉的立腺體 或者是受損的細胞 所以有另外一個機制是那個 AMPK 好當AMPK高的時候 MTOR就低 或者是 或者你說MTOR低的時候 AMPK會高 那它這是另外一個訊號 它是啟動分解代謝 分解代謝意思就是說 它要去看 欸 你的這個 因為 因為AMPK告訴他說 我的熱量比較少了 我的胺基酸比較少了 我的胰島素比較少了 好 那我開始要去找 是不是其他的來源 或者是可以做一些修復 所以它會啟動脂肪的分解 包括我們身體裡面儲存的脂肪 然後它會 也會啟動糖分的吸收 因為那個沒有其他地方吃著來 那是不是我可以找其他地方分解 因為分解脂肪 我們的三酸鈴油脂 Triglyceride 它是有Glycerol backbone 它是糖 所以它只要分解 它其實也可以從脂肪製造 製造那個糖 我們人體可以叫做新生糖 它自己會去製造糖 它可以從脂肪製造 它可以從蛋白質製造 好 所以它會啟動這種乾糖的吸收 它也會 但是它會又抑制這個 肝糖的行程 然後它會啟動這個立腺體跟細胞的 姿勢的一個機制 好 所以為什麼大家說 我們希望可以進食 因為進食 當你沒有給它熱量的時候 就沒有胰島素 就沒有氨基酸 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你MTOR就會降 你的AMPK就會起來 就會開始啟動這個 細胞知識跟立腺體知識的一個 一個機制 好 所以如果 我的目的是因為 也許 因為我看到 發覺 我覺得 有一些 那個 希望可以看到一些 老化的 一些細胞 應該死掉的細胞 沒有死掉的話 我可以啟動這個機制 去分解 協助分解它 那我們當然比較怕的就是 癌細胞 因為癌細胞常常是 這些應該已經沒有 已經壞掉 那個 應該是廢除的細胞 或者是立腺體 它還繼續在那邊運作 好 那我們可以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去讓它 讓它比較快的去死 好 去分解 它也不是完全浪費掉 因為它反而會去分解 它可以用的部分 再回收來用 那不可以用的地方 它就 它就把它排除掉 好 所以如果我的目的是這個樣的話 這個是沒有錯 是很好的一個機制 但是我們也怕 就是 因為如果這個過程是 太過強的 其實我常常看到現在很多人 因為 覺得哇這個很像 斷食是一個仙丹 所以我就拚命斷食 那可是變成越來越弱 身體越來越弱 因為 其實到一個年齡 我比較怕的反而是 肌少症 就是因為你大概30幾歲 40歲之後 你要讓你的肌肉的量成長 是不容易 好 那如果你年輕的時候 是有運動的 你那個 你原來的肌肉的量 是蠻高的話 它可能就會 那個你就比較多 那個本錢 去慢慢給你消磨 可是如果你不是這個樣子的話 你到一個年齡 其實很難增長 像我自己也知道 我現在要增肌 非常非常困難 我說要讓我體重重2公斤 然後不是重脂肪 是重肌肉 那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吃很多很多 大量的蛋白質 然後不能過度運動 過度運動就消耗掉了 才有辦法增 增加1公斤2公斤 就這樣子而已 你要再多圍沒辦法了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好所以 可是你要減很快 好 那個 可能我稍微去 那個有氧運動多做一些 我肌肉就開始消減了 然後就要花很長的時間 再把它重建回來 好 所以 所以過度斷食 反而會過度的抑制 合成的代謝 因為我們在成長的時候 你要肌肉成長 其實你需要胰島素訊號 你只有MTOR高 還沒有辦法喔 你只有MTOR高 它是其中一種訊號而已 可是你沒有IGF-1 沒有人類成長激素 就是Human Growth Hormone 沒有胰島素 它其實也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你脂肪儲存很容易 可是你真正肌肉要成長 不容易 好所以 我們在斷食的時候 一定要考量 我們是不是恰當 而不是過度的去抑制這樣子的 成長的一些訊號 那特別是在大腦 我知道我們常常在講生酮飲食 說你要做得很徹底 那個澱粉的量要非常非常低 沒有錯 我覺得短暫的時間 或者是甚至比較長的時間 目的性的 像有時候我吃的那個澱粉量非常低 只有幾乎 基本上沒有在吃澱粉 好 可能只有吃牛肝裡面的那些 一點點的肝糖 就這樣子而已 沒有錯 可是我不會長期留在那個狀態 因為我們大腦它必須要糖粉才有辦法運作 如果你身體的這個 就是能夠生糖的這個機制不靈敏的話 你就會大腦運作不良 好 剛才講的頭痛啦 精神不好啦 那個情緒管控不好啦 專注力不好啦 好 如果當然 像我已經很多很多年的生酮 所以其實我是自己 自己那個生糖的機制很靈敏 好 它基本上我身體會用蛋白質去做糖 所以我的大腦運作OK 可是很多人剛開始的時候 你大腦沒有糖粉 你大腦沒有辦法運作 好 所以要看你的這個代謝機制 是不是已經到那個程度 好 才 不然你 不然你 也很嚴格的那個生酮 或者是 或者是斷食很長 其實是很難受的 好 大腦沒有辦法運作 而且你大腦的資深 細胞 好我們大腦細胞不是 像以前人講說 你到 可能到二十幾歲 腦成長完成了 就不會再長了 好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大腦細胞其實 一直是在增加 甚至你 不管年紀多大 都還可以再增加 特別是 還滿回的這個部分 好這個是 記憶跟情緒管理中心 它只要有新的資訊給它 新的學習給它 它就會 細胞會增加 而且還會做連結 但是它這個需要 BDN BDNF 好這個是 有點像大腦的成長荷爾蒙一樣 好 那這個機制 也需要 絕對是需要糖的 好 好 它 我們大腦大概 可以很有效用 銅體沒有錯 但是它有百分之 差不多二十左右 二十到二十五的熱量 還是需要靠糖去帶動 那個銅體的運用 好 只是說你自己 你沒有吃的話 它就是要能夠有 生糖的一個機制 好 所以我們在禁食跟斷食的時候 也要考量 我們的成長需求是什麼 或者是我們修復的需求是什麼 而不是只是 就是 那 就是整個這樣跳下去 不管什麼都不管這樣子 哈哈 好 所以這個 所以我說要目的性的 斷食 好 目的性的生酮跟斷食是 比較恰當的方式 當然我知道我們這些 我們 因為現代人 大概太多 都是因為代謝不健康 代謝問題 胰島素失明 好 然後那個體內發炎 所以 那個生酮很熱 沒有錯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的機制 我也常常就是 告訴大家怎麼樣 告訴我 我在coaching的人 或者是我在做大腦訓練 怎麼樣去執行 幾乎所有人都適用 沒有錯 可是怎麼樣去落實 每個人其實是不太一樣 好 因為我們不要在落實的過程當中 反而製造更多的一些問題出來 好 所以目的性的生酮跟斷食 那我通常怎麼樣建議 第一個是 我覺得比較好是 階段性的提升代謝健康 不是一下子就完全跳進去 好 那個百分 只有一天不能超過二十公克的澱粉 好 因為我們要看的這些好處 不一定是要這麼嚴格的生酮的飲食 才能夠達到 好 所以要看你的目的是什麼 好 那通常呢 我第一步的會要大家做的 一定是排除害油 好 我們常常認為糖是禍手 好 沒有錯 精緻的糖是非常傷的 可是我覺得更大的問題其實是油 好 更大的問題是油 因為我們糖吃下去 你頂多真的去外面 那個跑個幾圈把它消耗掉 也還是可以消耗掉 可是 油脂 你吃下去就變成你細胞的一部分 好 因為那這個就 甚至有時候會存了很久 消耗不掉的 好 因為我們每一個細胞都需要很多的 我們是 人體基本上就胺基酸跟 胺基酸跟油 就是那個蛋白質跟油 形成的 每一個細胞的表層 都是那個油脂跟蛋白質形成的 所以你吃下去的油 不是只是熱量 它是變成你身體的一部分 你的器官 你的每個細胞 甚至你大腦細胞的一部分 我們大腦需要大量的油脂 好 那現代的人 因為我們吃 大概就是過去大概都吃太多的 這種精緻的植物油 所以這些 基本上它的這個油的 組織跟人體細胞的組織 其實不是完全的配合 可以勉強用 可是是 不是那麼好的 好 我們看 以前人 他們大概 大概可能已經 八九十年前 他們以前做的 一些實驗 看那時候 我們人的 人體脂肪的成分 這種植物性的 Omega-6的這種油 的比例非常低 百分之幾 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很像這樣 可是現在呢 現在的人可以這個 這個油脂 在我們人體儲存的 脂肪裡面的這個比例 可以高達百分之十幾 好 那十幾的通常就是 健康問題很多的 好 所以油的種類 比較關鍵 因為而且油 這個吃對的油 跟吃錯的油 會讓我們胰島素的失明 胰島素失明 不是單純是因為糖的關係 其實更多是因為油的關係 好 它會因為這個油 是脂肪氧化 它基本上 這個細胞的表層 就出問題了 所以它在辨認這些訊號 或者是這些養分的進出 都會出問題 好 所以 它甚至會讓一個細胞 你知道 有些人看起來很胖 可是它卻沒有糖藥病 好 你知道像那個 日本那個 Sumo 我不曉得 現在想不起來中文是什麼 相撲 對對對 謝謝 他們其實很壯 而且他們很多人 是沒有胰島素問題的 好 因為他們的那個細胞呢 可以 他們 特別是脂肪細胞 可以一直分裂一直分裂 所以他們細胞量很大 可是不會一直長大長 然後 那個 大到沒有辦法儲存 這個脂肪 然後變成肉脂肪 所以大部分 胰島素反應不好的人 然後身體發炎很多了 可是它的脂肪沒有辦法 脂肪細胞沒有辦法再分裂 所以它的 進去的油 變成 氧化 變成 Oxidized 然後一直露出來 露到你身體裡面 所以變成全身發炎 所以問題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 這個主要是 害油的關係 好 不單純是糖的關係 所以通常第一個是 要把它拍出這個油 然後 希望你可以慢慢把這些油 就身體 因為靠代謝 就把它用掉 換成好的油 讓你細胞重建 好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 Dave Asprey 那個 防彈飲食 他說你要吃動物性的油 要吃飽和脂肪 是因為這個樣子 你就要把身體這些 害油要換掉 好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呢 是 增加蛋白質 好 那 增加蛋白質 是因為我們 每一個細胞 需要大量的氨基酸 我們的 大腦神經傳遞值 需要氨基酸 好 我們的荷爾蒙 其實他們這些 整個運作機制 主要是脂肪跟蛋白質 好 我們需要維生素沒有錯 礦物質沒有錯 可是那個量其實是 專對來講是非常非常低的 好 但是我們需要大量的 蛋白質跟好的脂肪 好 所以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增加蛋白質 然後我們才有辦法 重建這個身體的機制 好 其實我也不太擔心說 蛋白質吃太多 因為我知道 人家講說 動物性蛋白質吃太多 都會腎臟負擔重 什麼 其實不是那麼一回事的 好 我們特別是到一個年紀的時候 像我現在基本上 每天我會盡量讓自己 攝取足夠 150公克的蛋白質 150公克蛋白質 是差不多600公克的肉 因為肉大概只有25%到30%左右的蛋白質 不然就是大量的雞蛋 像我每次吃準備蛋大概就至少5顆 好 好 然後 那個牛排 好 吃太多的肉 或者是真的吃不夠的時候 吃不下我就 就用那個膠原蛋白 乳精蛋白 補充 特別是運動的時候 好 因為我 不要讓我的肌肉流失 好 你知道我骨骼其實是需要蛋白質的 好 你要骨骼狀 不是拼命吃鈣 因為它要的鈣 只是需要一點點就可以 但是它需要大量的膠原蛋白去形成 好 所以蛋白質胺基酸一定要吃得夠 你吃的這些礦物質 才有辦法去幫助你形成骨骼了 好 所以 然後再加上你蛋白質量夠的時候 其實你身體的飢餓感 它其實在偵測是你有沒有吃足夠的養分 所以如果你給它養分夠的時候 你就不會 其實就不會餓 我們肌肉感比較不是只是容量而已 我們都一直認為是容量 好你可以吃得很脹 可是你一下子覺得 哇不行了 很像東西不夠還要再吃 或者是你可以吃得覺得剛剛好 可是吃夠這些養分了 你就不會再想吃了 好 所以我們身體偵測機制是偵測養分 身體告訴你 你需要這些蛋白質 需要這些油脂 需要這些礦物質 那個維生素等等的 好 所以 增加好的蛋白質 通常這些東西都有 好 像我常常就想說 我們吃動物要吃 整隻吃 鼻到尾 好 好 你那個牛要從鼻子吃到尾巴 整隻 然後中間除了那一張全部都吃 好 因為它養分是非常完整的 如果這樣吃的話 其實就不會餓 然後你所需的也都 都有 然後也不會一直想要過量 因為你就吃就覺得夠了 就停了 好 這很自然的事情 好 好 所以其實這個是可以幫助我們 也因為當你這樣子吃的時候 我們的血糖 這個反應就會自然的開始改善 那當然因為我們也許是長期的破壞 就是那個碳水化合物的量過高 所以有失敏 那也可以就是增加一些 除了高蛋白之後之外 你還可以用一些機制去 當你吃碳水化合物的時候 去平緩它的一些反應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上剛才那個YouTube 我有 因為我前一陣子戴了那個連續型血糖衣 好 戴了很久 好幾個月 所以吃各式各式各樣的麵包 然後各式各樣的這種運動 或者是運動搭配吃什麼東西 你就可以知道不同的方式 可以去平衡你的血糖反應 像說 如果你吃澱粉 但是搭配各樣的蛋白質的時候 你的血糖反應也會比較緩和 或者是你吃澱粉之前有在運動 因為你運動的時候 可以消耗儲存在身體裡面的一些 像肝臟裡面的肝糖肌肉裡面的糖粉 所以你再吃 之後再吃這些澱粉 它的血糖反應會比較穩 它有地方去 或者是你吃完的時候 馬上做 也不用很激烈的運動 可能繼續外面走路快走 20分鐘就可以了 其實就會緩和血糖反應 像我那時候我做一個實驗是 我去台南跟我太太去度假 然後吃冰 然後吃澱粉 那個很甜的 然後但是我們在外面 一直都在外面走路 所以其實我血糖反應 沒什麼變化很穩定 可是如果只是在家裡吃完 吃一碗冰 然後坐著看電視 那就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那就會飆飆得很高 所以其實差很多的 那個我女兒最近從美國回來 所以給她帶了一個 給她玩一下 然後很有意思的是 不要熬夜 熬夜血糖會高 因為她來的時候 那時候她逼不得已 因為她在 她是在美國讀大學 那她美國 她還需要線上上課 她只是回來那一陣子 可是她 她因為要上課的關係 所以就晚上要不能睡覺 半夜 然後她帶說 她說奇怪 我白天這個血糖 都只有七十幾而已 都很正常啊 可是晚上 坐在那邊 在那個Zoom前面 就會飆到一百 我說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 我說沒辦法 你要熬夜 熬夜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她只是 一個晚上這樣子 兩個晚上這樣子 就變成很像是 糖尿病前期了 好 我們睡眠不足 熬夜 長期下來的話 其實我們也會 影響到我們整個 胰島素的敏感度 有點像是糖尿病前期的狀態一樣 好 所以 剛才講的這些步驟 然後減緩糖的醫療 當然如果我們開始 就是慢慢的 不用一下子 就完全變成生酮 而是你可能可以先 不要吃任何 不要喝飲料 不要喝飲料 加糖的飲料 從那邊開始 其實就很好了 然後或者是 減少飯的量 然後或者是不要吃麵 麵條其實是比較傷的 因為賣的關係 好 所以等等一些機制 就是慢慢來減黃 對糖的依賴 好 那你這些其實都很穩定的時候 我覺得再考量 真的需要 生酮嗎 因為很多人來講 你這樣子減少 減緩糖的依賴的時候 你可能就變成是減糖 或者是低糖而已 你的糖的量 可能沒有到生酮的二三十公克 而是可能五十公克 七十八十 甚至一百公克 像我常常 我運動量比較高的時候 我在預備三鐵比賽的時候 我的糖 一天的攝取糖 大概多一百公克 可是隔天起來 量血酮還是 零點五零點七 因為你身體需要 所以你當你敏感度有的時候 這個轉換很靈敏的時候 其實你不需要那麼嚴格的 所以我們主要是 而且我們的目的不是 剛才講 不是要追求同胎 而是說 怎麼樣讓我的代謝機制好 所以你穩定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再考慮 我真的需要生酮嗎 也許是 因為有些人可能 你要為了提升大腦功能 大腦的一些修復 或者是你身體有些發炎的狀態 你希望可以修復 甚至你要提升抵抗力 像說如果我要坐飛機的話 去美國的話 我就會前一個星期一定會 讓我自己進入到 很深層的生酮狀態 然後上飛機 我基本上不吃東西 因為你身體的同體高的時候 對這些放射線的影響就會 那個保護會比較好 影響會比較小 因為你在坐飛機其實很傷的 所以我大概會這樣子 然後你的免疫力也會很高 所以基本上就不會生病 然後你到那邊的時候 時差調整也很快 所以 就是目的性的嘛 對不對 目的性的去做這些事情 就好 那我什麼是 什麼是就是穩定呢 穩定的定義是什麼樣 當然我們可以用量寫酮 氣酮 這個你可以知道說 你是不是在同態 但是我覺得最簡單就是 當你不吃的東西的時候 會不會情緒不好 這個是最明顯的 因為如果你不吃東西的時候 你就覺得頭腦不清楚 然後那個心情不好 或者是你情緒公知不好 那通常是因為你的大腦 特別是前二夜 對這個能量的這個需求 還沒有辦法很穩定 那個其實是很明顯的 大概就可以知道 也許我可以再久一點 讓我整個機制比較順 就不會那麼辛苦啦 不然這個直接進入神筒 其實是那個 好 蠻辛苦 因為這個也可以告訴我說 就是糖的新生能力 是不是已經有了 像如果你可以說 你不吃東西 但是你的大腦 還是可以得到有足夠的糖 去運作的話 就表示你糖的新生能力 其實是已經很靈活 這也是代謝靈活的一部分 有時候 我知道有時候 在講生酮的時候說 你不要吃太多蛋白 你會脫離同胎 因為你身體會開始 把這個蛋白質轉成糖分 這個是很重要的機制 不是不好的機制 因為我們大腦 需要這些糖分的 你要有這個能力 去轉換才可以 或者是它甚至可以轉換脂肪 釋放那個Glycerol 稱為Glucose 讓你的大腦可以去應用 所以這個是人體本身有的這些機制 我們要這些機制都很靈活的在運作 好 所以如果真的你都執行了這些 然後覺得其實都很自然很順的 那你其實就可以考量 那我是不是需要一些 甚至我就可以 也許可以循環性的生酮 好 循環性的生酮 意思就是說 我不是為了同胎 而去控制我的飲食 好 像我自己現在大概比較 比較常執行的就是 看我運動的需求 好 如果我現在是在 比較高強度的訓練的話 我的生酮的這種飲食 算是每天的循環 就是我基本上 晚上會補充碳水化而物 因為我早 像晚上 假設我大概六點鐘吃完晚餐 然後吃了一百公克的碳水化而物 可是因為我到隔天 可能中午才會吃東西 這一段時間 我身體有足夠的時間休息 我的消化系統能夠休息 然後它這些糖 也會進入我的肝臟裡面儲存起來 進入我的肌肉裡面儲存起來 而且我隔天起來的時候 我又開始運動 所以這些也會慢慢消耗 所以基本上 我還是在同胎 我只要睡覺起來 就已經入同胎的狀態了 好 所以然後一整天 即是可能我中午之後才吃個東西 可是我第一餐 通常不會吃澱粉 不會吃任何碳水化而物 然後晚餐的話 會有大量的蛋白質 然後那時候我再補充碳水化而物 那我通常是吃水果 甚至蜂蜜 如果看我寫影片 我吃很多 三四十五十公克的蜂蜜 放在我的奶油牛排上面 我只是為了要補充碳水化而物 可是不會脫銅 然後血糖還是非常非常穩定 所以這個是每天的循環 因為我知道我需要 因為我在鍛鍊身體的關係 那或者是你可能可以選擇是每週的 你可能可以三天五天 是在一個比較同體 讓身體可以 因為你在同胎的時候 也會比較多 這個MTOL的下降 AMPK的上升 就是比較多 這個細胞致死的 這樣子一個狀態 所以你說好 沒關係我就三五天這樣子的狀態 讓身體可以去分解一些不好的細胞 可是我週末還是要補 因為我不要讓我的肌肉流失 或者是我希望還是 也許我週末選擇做一些重訓 讓我可以刺激身體的成長激素 讓我可以保持健壯的骨殼 健壯的肌肉 所以搭配目的性的 你可能可以用每週 那季節性其實是很自然的 我通常夏天水果比較多的時候 比較甜的時候 我就比較不適在生酮狀態 其實我大部分時間還是啦 但是我就會吃比較多的碳水化而物 但是我因為運動也比較高 量也比較高 天氣比較好 所以也比較不會 因為吃澱粉吃太多 那糖分吃太多 而體重增加等等的 那冬天就比較自然的 因為這些東西本來就比較少 好所以這個是季節性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都穩定了 那你希望可以這種循環性的生酮 對大部分來講這個是就夠了 好但是也有些少 比較少的case 像說我在做大腦訓練的 有些孩子是因為那個癲癇的 或者是專注力不足的 或者甚至成人也是 那我就會比較建議 那也許你需要比較長的 真的很嚴格的這種生酮飲食 好而且這可能是好幾年的 但是這個是特別目的需求的 不是所有人都應該這樣子去做 好或者是有些人是真的對 呃... 澱粉是非常敏感 一點點它就會產生很多不好的效果 那可能你真的就是比較需要是長期的 可是我發覺對大部分來講 不是這個樣子 好所以循環性的生酮 那斷食也是一樣 我就覺得是你當然很自然的話 如果你代謝好的話 其實很自然就會斷食 好像我早上起來不會想要吃東西 我覺得吃東西浪費時間了 好因為根本不餓 然後精神非常好 我為什麼要吃東西 我大概早上起來就是一杯黑咖啡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我就自己的這種 早上的這種靈修的時間 自己準備的時間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工作工作工作 可能到晚到中午 有時候一兩點 才覺得喔也許可以去吃個東西了 因為我待會要運動 還怎麼樣 就這樣很自然的 那其實偶爾有一些飢餓感 那你不想它兩分鐘就過了 好這個就不會影響 不會說你沒有吃東西 變成會情緒不好 會暴怒 會那個頭昏 沒有辦法專注 好那如果已經是到這個狀態的話 當然就很自然的 就進入這種斷食的 而且這種斷食其實也是不錯的 因為你身體就比較多 這些消化機制有比較多 修復跟休息的時間 好 好所以就自然的 每日亂食 所以但是這個前提 是已經有良好的燃食機能 然後良好的同體的 這個運用的機能 好然後剛才講 湯汁新生的機能 也要已經啟動了 才不會大腦沒有糖分去用 好 那這個是很自然的一個發生 好不是 我是覺得不太需要強迫你自己去做 如果真的是你要強迫自己做 我寧願從剛才那些步驟開始 先去調節 把不好的油排除掉 然後先讓你的糖 也許開始 從減糖開始 讓你的代謝機制去慢慢去修復 增加蛋白質等等 然後你自然不餓的時候 其實就變成自然進入每日的斷食 那如果你真的對 因為某些目的 覺得需要比較長時間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有 比較長時間的 多日的這種進食 通常這個是目的性的 這也是很有幫助喔 因為如果你覺得說 我需要一些身體的排毒 特別是排毒 可以比較多天的 可以嘗試 或者是有一些修復 像我知道很多人消化系統 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腸胃不好 那最徹底讓腸胃修復的方式 其實就是斷食 真正讓整個消化系統去修習 然後它這個 腸胃的這個細胞 特別是表層的細胞 有機會重新的再掃過 因為它基本上五天七天 就全部換新了嘛 所以如果你不要長時間的去斷食 是很好的方式 像我 如果你之前來聽過我分享的話 你知道 我剛才那個女兒 就是回來的那個女兒 給她帶一個聯繫型血糖 給那個女兒 她 在國中的時候 就很嚴重的憂鬱症 那憂鬱症它也服 那個就是各式各樣的藥 然後每年越服越嚴重 我想你大概 如果知道有憂鬱症的認識的朋友的話 常常看到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然後沒有辦法改善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後來我才 就是 開始做大腦訓練啊 飲食調整 其實很主要是為了它 那它 就是我剛剛做大腦訓練 到它憂鬱症好了之後 它還是有很多這種健康的問題 因為長期服藥的關係 其實沒有辦法去排除 所以我最後還是用飲食的方式去調整 因為她說也是去看腸胃科啦 吃藥啦什麼 其實根本 她根本沒有辦法去根治嘛對不對 讓她的腸胃去修復 所以對她來講 最有用的其實是斷食 而且是長時間的 就是三天四天重 然後那時候我跟她 給她的一個 protocol 是三天 那時候我也知道 她身體除了腸胃要修復之外 她有很多毒素藥牌 因為長期服藥一定有很多毒素藥牌 那如果你只是那個存水斷食的話 存水的斷食會有很多排毒的相關的問題 因為你身體毒素一開始 我們身體的毒素通常是存在脂肪裡面 如果沒有排掉的話 它通常會存在脂肪裡面 因為這些毒素不能在你的器官裡面流著 它不能在你的血液裡面流 所以它通常它是會排到你的腸子 然後腸子應該是會出去 可是如果沒有出去 又被吸收進來的話 在裡面循環的話 你身體會把它放在脂肪裡面 因為等於是把它包起來 把它隔離 不要讓它影響你的身體 可是你開始斷食 或者是你甚至你生痛飲食 開始釋放這些脂肪的時候 這些毒素也會出來 所以很多這種 痛疹啊 關節痛啊 這些反應其實是因為釋放毒素的關係 那我知道特別斷食的時候會更嚴重 好 那種多日斷食的時候會更嚴重 好 所以你必須要給它一些排毒的方式 所以那時候就 你要幾個部分要注意 第一個是 你一定要有足夠的礦物質 所以它雖然是斷食 可是我有給它補礦物質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鎂 跟一些 potassium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有鹽分一定要夠 就這樣子 電解質 基本上就是電解質而已 你用喝的就可以 然後呢 可以 可以 用一些 讓這些毒素會沾黏的東西 搭配著 因為你身體這些毒素釋放出來的時候 你吃像這個活性炭啊 果膠啊 小熟稻粉 它會把這些毒素沾黏起來 不同的類型的東西會沾黏不同的毒素 好 所以要三種都用 好 所以你斷食的時候再搭配這個東西 你排出來的毒 就比較不會在腸胃又被吸收回去 好 然後 我會補一些微量的氨基酸 因為微量氨基酸是你身體排毒也是需要的 才有辦法運作的 好 你就買那個 必須氨基酸粉就好了 EAA 好 所以不是吃大量的蛋白質 因為EAA你大概吃個10公克 就夠了 但是那個很難吃 味道很噁心 好 或者是你可以用 熬一些好的大骨湯 因為大骨湯裡面的礦物質也有了 然後也有一些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也是對腸胃的修復非常有幫助的 好 所以那時候我也熬一些大骨湯 但是熱量其實都很低 好 沒什麼這樣 所以身體還是基本上是在一個斷食的狀態 然後呢 你可以鼓勵它的立腺體有一些修復 所以你可以給它一些PQQ PQQ是CoQ10的前身 好 它的一個precursor 所以你 它 有時候你直接吃CoQ10 身體會不會用是一個問題 因為你自己去 身體自己製造的 它會比較會用 所以你給它吃一個 那個precursor 它自己去用PQQ 製造成CoQQ10的那個效果 其實是常常是比較好 然後我再給它一些太蛋白 就是BPC-157 去做它腸胃的修復 好 所以目的性的對不對 目的性的斷食 所以那時候我就給它執行這樣子一輪 好 它的腸胃 第一輪執行下來之後就好很多 這已經製了好很多很多年 一直沒有辦法 那個 修復的腸胃問題 啊 然後 接下來我就給它全肉食飲食 一個月 呵呵 因為排除這些植物 對腸胃的傷害的這些可能性 所以它執行這個 有執行的脊輪了 然後 就好很多 它腸胃基本上就正常 還可以正常的吃 吃蔬菜啦 吃一些有先會吃的東西 它不然以前是一點點就會脹氣啦 就會拉肚子啦 什麼就是 問題很多 然後會一直胖瘦不下來 所以你 這些整個荷爾蒙的失調 跟這個消化失調很有直接關係 所以你胃一定要修復得好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修復胃 好 這個我是覺得斷食 就很值得 或者是你真正需要一些排毒 好 那個斷食就很值得 但是要很小心 不然那個越排越毒 因為全部都在吸收回來 好 所以 重點還是我們為什麼要執行生酮 為什麼要執行斷食 好 目的性要清楚 好 然後再過程的去做 我也 他也是其實也 他跟我也是 就是很多年的 這種 那個 間接性的生酮了 好 他也不是一下子就做這件事情 因為一下子也很困難 好 然後也有不同的其他的方式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最近自己做一個實驗 五天的這個全蛋白質飲食 好 我基本上那五天呢 就是吃足夠的蛋白質 但是只有我身體那天所需的一半的熱量 我知道我每天大概需要攝取2500卡路里 才能夠平衡 好 不然我就會體重會掉 好 我知道大家需要攝取那麼多 所以我就算好 我只能夠吃1250卡路里 就是1200左右 但是在這1250卡路里當中 我必須要有150公克的蛋白質 好 這個是我也是計算 我對我體重來講 我每天需要差不多150公克的蛋白質的量 好 所以 然後保持我一般的習慣 生活習慣包括運動 好運動量沒有減 就是我正常的運動 好 那很自然的 當我這樣子開始執行的時候 就變成早上起來就 就變成不要吃東西了 我基本上是下午兩點 兩點到五點六點左右 就是吃完我這一整天的熱量 我大概就是可能下午兩點 因為我這樣單單吃這些東西來 哇吃的有點脹 所以我變成要喝的 所以我有差不多五十公克的蛋白質 是靠三十公克的乳清蛋白 跟二十公克的膠原蛋白 我是這樣子用喝的 然後喝完便 我可能下午就做個運動 然後我的晚餐 五天都是這個樣子 五顆蛋 然後一百多公克的 兩百多公克的牛排 然後還有一小塊的牛肝 每天都是這樣子吃五天 其實很舒服 我覺得這樣吃 而且不會覺得膩 因為這些其實這個是很 營養成分非常高的東西 好 然後也不會餓 這個還是很奇怪的 好 只有一天一千兩百五十公克 所以我說其實肌餓的訊號 不是主要 主要不是這個容量的問題 是你營養夠不夠 好 所以我這樣吃不會餓喔 其實我如果在這區下去也OK 好 可是那時候因為這樣五天下來 就掉兩公斤 好 而且主要是掉脂肪 因為我的運動量還是保持 然後我蛋白質的量夠 所以我已經並沒有掉很多的 我的肌肉的這個量還是差不多 好 而且晚上睡眠品質非常好 我剛才講 因為我很早就吃完了 五點之後就沒有再吃東西了 所以足夠時間的消化 他們講說最好是你最後一餐 或者是最後進食的那個時間 跟你晚上的睡眠的時間這個安排 你最好是你 像說你通常熟睡 最深層的時候 大概是早上兩點三點的時候 清晨兩點三點的時候 如果你吃完的時間到那個兩點三點的時間 有足夠長的話 可能是差不多六個鐘頭八個鐘頭的話 睡眠品質會最好 就是剛才講的那個身體時鐘的關係 你的消化系統沒有一直在運動運作了 他是進入到這個修復的狀態 是休息的狀態 睡眠品質會最好 所以我真的那五天睡眠品質是特別好 因為我就是用這個戒指在量我的睡眠品質 那個ORRING 所以差很多 而且早上起來的那個精神也是非常好 但是我明顯的知道 因為我就是沒有 因為這量是比較低的 所以我的運動的效能有比較差 運動的效能有比較差 就是你的強度會比較差 但是對那個如果你要很快的降體脂的話 這個是滿不錯的一個方式 好 維長正 維持正常 所以基本上就是很自然的就是24的 這樣子的一個斷式 好 但是一樣前提是我的代謝機制已經是 好了 是穩定 我有那個自然升糖的一個 好 這個能力 我不會說因為這樣子 因為這個是零糖的飲食對不對 有啦 肝裡面有一點點糖分 好大概就這樣子 好 而且 很有意思的是 我這個完畢之後 我那時候只有執行五天 因為我已經答應我太太 再來要去那個去去台南玩 那就不可能在外面還能夠怎麼樣的一個嚴格的 所以去台南就幾天就亂吃 可是亂吃既然也沒有任何體重變化 好 減的還是一樣 還是沒有也沒有再回來 因為我們在外面走動很多啦 所以什麼也是 也還好 好 所以 那時候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的 酮體那時候 他們常常講說 你吃 生酮飲食不能吃蛋白質比例那麼高 我這樣子吃下來 基本上每天有150公克的蛋白質 只有60公克的油脂而已 不高 可是每天的這個血酮 那還是0.6 0.7 所以基本上還是在同胎的狀態 但是我沒有刻意的吃很多油 所以生酮飲食的重點不是拼命喝油 而是你身體的代謝機制靈敏 好 對這個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然後我前後的 好 這是我前後的那個體重的 好 這個大概 我 他這個是體脂 我體脂沒那麼低啦 這個不準 好 我體脂差不多 我體脂在開始之前是11% 因為之前我做太多這種吃各式各樣麵包的實驗了 就是用那個血糖衣 所以體脂比較高 68.3 然後 完畢之後 體脂差不多 體脂差不多減了 就是減了快 還不到1% 就10點多這樣子 但是就體重就掉了將近2公斤 69.4% 好 然後 我有一個東西是讓我可以量身體每一塊肌肉的肌肉品質跟脂肪 好 所以我量下來 而且我很有意思 我發覺 其脂肪消耗最多的地方是腹部跟臀部 臀部的跟腹部的就是這裡的脂肪很明顯的就馬上減了 因為男生大概主要脂肪都是存在這裡嘛 就是這裡跟這裡 好 所以馬上就減了 然後 這個是 脂肪質 這是不同部位的脂肪比率 然後這一張是不同部位的肌肉品質 所以肌肉品質前後都沒有變 但是脂肪的量有變 好 所以今天大概就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斷食的這個部分 那如果你 對特別是對血糖對什麼樣的澱粉 或者是對什麼樣的麵包有什麼反應的話 你可以看我之前在那個連續 在YouTube上面連續行血糖營的這個影片 因為不同的澱粉其實是有蠻大的不同 我特別是測試很多麵包 因為我主要是在這邊做麵包 所以各式各樣的麵包 包括那個7-11的菠蘿麵包 紅豆麵包 貝果 然後我們這邊自己的這些麵包 好 那個血糖變化其實是差蠻多的 好 你可以再上去看 好 那我自己本身做比較多 其實我主要是在做大腦訓練 那這些飲食的這些資訊 我通常是會 因為 因為我要讓大腦的狀況好 飲食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通常在做大腦訓練的時候 我就會做一些coaching 叫他們怎麼樣調整飲食 怎麼樣調整生活習慣 好 那但是我偶爾如果有一些小組的話 我也會形成這樣子的一個健康輔導小組 就是如果有幾個人想要同時去可能 執行一些身體的這種結構的改造 或者是一些健康的一些改變的話 我大概會做這樣子 但是比較多其實是在做大腦訓練 因為都是一對一的 那 我這個是 因為通常需要 也不是說你真的很嚴重才有幫助 其實我有滿多人是因為他希望可以緩和他的 那個 就是讓他年紀到一個程度 可是還能夠保持還有好的大腦功能 特別是記憶 避防失智 或者是睡眠 或者是他希望可以改善他的情緒 那個 情緒反應 那當然比較嚴重的就是像憂鬱啦 自閉症的啦 專注力不足的 不論是成人小孩都有 所以主要是 其實我是在做那個部分 的